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2018NPOST年会 响应规模化创新让好事长大的主题 也表达我对NPO伙伴们的支持与感谢 NPOST年会今年邀请到全球百大NGO Care International 特别是美国Care的首席创新长Dar Funderbeck 女士担任主讲人 这是相当难得的交流机会 创新这个概念 过去经常和企业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联想在一起 特别像在政府部门内部 其实也有一些促进奖励这些创新的方案 但是呢 社团法人、基金会、合作社等等各个形态的社会企业 其实也都需要创新 甚至很多地方 其实各位才是引领社会创新 透过思维的转变以及科技的导入 来转变社会结构和互动方式的先驱者 今年八月 行政院集合了跨部门的力量 正式通过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会在五年里面投入88亿 来协助所有有益参与社会创新的个人团队 或者任何形态的组织 社会创新行动方案具有以下三项特色 第一个 我们的方案以实践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SDGs为主轴 在发展社会创新的过程里 除了解决在地的问题之外 也不忘记关怀国际社会的需求 藉由互相交流学习来强化台湾的暖实力 第二 我们的方案以巡回座谈和office hour 以及联系会议作为快速迭代的基础 让政府部门也能够跟得上 民间的创新能量和速度 第三 用社会创新来带动法规创新 因应跨部门跨组织形态的创新能量 我们的法规也必须透过像sandbox 创新实验沙盒等等的方式来与时俱进 举例来说 我们今年已经完成了社团法人 来设立闭锁型公司的示范案例 而基金会设立闭锁型公司 我们也已经在沙盒平台上面做出了解释 简单来说 我们政府希望透过帮助这些愿意卷起袖子 动手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朋友 把解决这样子问题的这个能量 来分享给国际 我们不止解决台湾内部的问题 也期许能够把累积起来的经验和方法 把创新的规模扩展到全世界 为全球做出贡献 最后预祝2018NPOST年会圆满顺利 也祝福各位都能够在社会创新的道路上 持续前进 并肩同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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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